好,我們今天來跟大家分享那個Pokeh的山 會閃爍 這就是我今天來這裡的目的 我就是要找一個會閃爍,然後把它處理到好 會嗎? 會閃喔 唉呦,低光模式 更閃喔 這很奇怪喔,低光竟然會更閃 那我來改手動快門 我絕對不要再秀下線了 我跟你講,我在泰國已經秀過下線一次 該怎麼辦?一樣 跟GoPro一樣 跟GoPro一樣 跟GoPro一樣,跟單眼一樣 手動快門30分之一秒 不會閃呢 看到沒有 30分之一秒 閃的比較小 你如果高快門的話會閃很快喔 欸,160不會閃誒 怎麼那麼神奇 到底起不起 唉呦 有學問喔 120會閃 100會閃 80不會閃誒 不錯誒 那我們要找到適合的頻率 大概就要多次幾次 80跟160會閃 然後30 40也不會閃 所以它這個是雙位數的 它這個螢幕只要是單數的就會閃 單數的 那你如果遇到有一種鏡頭的燈 什麼都有的那你就完蛋了 比較搭的有的會閃有的不會閃 就靠北了 那就靠北了 可以嗎? 不過這個30是閃比較小 但還會閃 所以我們改60看看 60會閃 很妙的是80不會閃 好,我只能說每一個環境 每一台螢幕都不一樣 所以你們要自己去找到不會閃的 不然你會全腿 對對對 看它面板出什麼包 然後你要針對它 去解決這個問題 嗯 低光源也不會閃爍 沒有,我不是在秀 我一直在測試 一直被影響到 你說這一支喔? 快要 對啊,我真的 差點了 我是不是再去刷一支 我跟你講這真的很猛 我暫時還沒有 就是這麼 像你這麼龐大的 旅遊的氣氛 沒有,不是旅遊機 我跟你講這個東西就是你的日常 就可以把你記錄 可是因為我日常沒有記錄 你日常有在記錄 所以我就是 會覺得說 我是不是先拿iPhone 對 做日常的記錄 假設我有這個習慣了 我再去考慮這一支 對啊,可以啊可以啊 我就不要 可以啊,你都要iPhone 那天晚上看你玩完 我是常常在網路上餐點室 我真的刷下去 然後再推 再推 啊是喔? 好,坦白講 這個也不會對你造成多大的負擔 是不會,所以 但是你還是會覺得 很志志很讚 很久沒看過這種猛的產品 這支會造成林北 隨便弄什麼錢 我也是啊,我就在刷啦 我也沒有在考慮 我真的知道 有什麼事 那樣,我就不聽到 我只是想在你面前 有多少錢 可以看我的 我總是想出來 你怎麼會 我應用 欸不會閃喔 可以喔 這不會閃欸很好欸 就可以 所以你要遇到全部都在閃的也蠻不容易的喔